大家好 那么中美如果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如果开战 美国少将认为陆战是关键 大家可能认为印太地区都是海战空战 不可能打陆战 但是人家美军少将认为陆军陆战才是关键 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少将叫考夫曼 最近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出 一旦中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开战 将不会只有海战 陆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考夫曼认为中国的军委主席许席亮 曾经声称要开始与美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 这是中国首次做出的公开声明 如果你是中方将领还称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这意味着他们有意先发动攻击 因为如果不可避免 为什么要等对手先攻击呢 考夫曼提到 如果中美开战在太平洋除了海战以外 打陆战是唯一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 如果要拿下陆地战友陆地或清除陆地 就必须要有地面的军事力量 派出战车或装甲车 传递的是战争胜利的意志 中国现在拥有7000辆战车 3000辆装甲车 若美军投入到陆上战力 中方的1万辆的军车 就是此一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针对中国解放军的战车 陆战之王 针对解放军的战车 美军要新的部署了 因此考夫曼说 美国美军目前希望降低空运时装甲车的重量 希望能够用最轻的军车保护士兵 当前的M1战车重达80吨 让空运作业更加困难 但是若用波音的C17全球霸王 运送M1战车 4架C17全球霸王运送M1战车 前往正确的位置 也能成为战役决定性的关键 你可以看美国少将的意思 与中国进行陆战 要依赖装甲部队 而装甲部队 美国和中国没有陆地接壤 那怎么投送空中力量 用空中力量投送美军的M1战车 减轻M1战车的重量 那就很好理解了 未来美军空运投送 与中国大陆的战车 坦克进行作战 美军胜率就大了 所以我觉得美军少将 对中国和美国的战争 目前来看有一种 我觉得是有一种 不切实意的想象 首先你这个陆战 你把这个战车投送到战场 虽然美军的战车很利很先进 但是美军在战车如果没有空中 还有这个海上相对的这个保护 怎么投送呢 你投送来一辆两辆有什么用的 首先空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军啊 这个虽然陆战是决定性的 但是空军是保证陆军登陆的一个重点 要不然你这个全球霸王在空中就被击弱了 你这坦克不得砸个稀巴烂啊 在空中就被解体了 所以空中力量啊 特别是空军是有决定性的 中国啊 只要这个空军力量能够维护自己的主权 我觉得美军啊 什么C17啊 他不敢接近中国大陆的 咱退一步半步讲 就是美军啊 空中优势啊 美军进来了 有时候在朝鲜像当年朝鲜一样 登陆了 人船登陆了 那又能怎么样 就在你在朝鲜登陆了 你敢入侵中国本土吗 陆军能打吗 买个核地雷 你这再厉害的坦克 中了一下核地雷 我不知道你这什么结果啊 肯定结果不太好啊 所以说想象 这是美军国美国的一些将领都在想象啊 不切实际的想象 中美不可能发生热战 中国啊 将军这么说 像许其量这么说 其实给告诉美国人 我们准备好了战争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准备好了战争 战争才远离我们 美国人没有听懂啊 美国人没有中国这个智慧 陆军还还以为投送坦克可以解决问题呢 中国的核武器干嘛的 都不用核武器 中国的反坦克那那么多空中力量 那么强大陆军 我觉得美国这个将军啊 现在越来越不靠谱啊 越来越悬啊 嗯 什么